百万打造一辆末日装甲车 只为追逐龙卷风的惊险之旅 这辆末日装甲车 是由一辆福特F350皮卡改装而成 全车都是昂贵的防弹护板 甚至框架都是钢铁结构 加装了两层防弹玻璃 不管你怎么用力砸 都不会造成任何损伤 车身采用空气动力学设计 能承受高达200级锋力的冲击 整车重量高达4.5吨 一个车门就有700多斤 车体还带有4根液压感 停放后可以将其固定在地面上 再大的风也无法撼动 在俄克拉和马州某区域 被称作龙卷风的平原 每年发生52次龙卷风 平均每周一次 风速在200至300英里每小时之间 车主根据当地撞网 花仲金改造了这台车 车主的名字叫做李德蒂默 他是美国著名气象学家 上大学时就开始追逐风暴 那时还没有接近风暴 车子就被摧毁的固承样子 更别说做气象研究了 所以李德蒂默改造出了这台车 命名为统治者 像这样的车李德蒂默还有两台 这是最早改造的版本 他们被暴风雨和龙卷风弄得伤痕累累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车主他们也不断地摸索和改进 从失败中获得经验 一步一步到今天的统治者三 李德蒂默耗费了不少心血 终于完善了统治者三的设计 这台车能让他安全地身处暴风之中 他曾在车内看到过飞在空中的牛 还有更多动物被龙卷风夺走的性命 有一次记者问他为什么选择追逐风暴 李德蒂默笑了笑说 我不想平淡地活着 他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 很享受追逐风暴的刺激感 还能深入了解龙卷风 研究暴风雨结构和龙卷风的起源 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 从最早一辆车上就能看出来 上面的凹痕都是冰雹造成的 当时车子被弄得面目全非 直到他改造出了统治者三 安全问题才得以保障 车内还有很多检测仪器 甚至还有一个火箭发射开关 用于数据测量的传感器 应对龙卷风和各种疯狂状况 为了更好地让美女近距离体验风暴 他们决定驱车五小时进入堪塞四周 那里将有一场大风暴 出发前他们在基地 进行了一场简短的会议 李德蒂默说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今天的风暴会非常壮观 团队成员纷纷点头 兴奋之情易于言表 然后他们开始全面检测 车子的运行情况 确保所有装备都准备就绪 等一切准备妥当后 他们开始向目的地出发 随着不断接近目的地 天气状况变得糟糕 到处都是飘满的灰尘 一路上他们也遇到了冰雹 李德蒂默紧握方向盘目光坚定 虽然这次没有遇到龙卷风 但这是一次疯狂的经历 他们体验了大自然的威力 通过这次采访我们可以看出 李德蒂默对龙卷风研究的热情和不懈努力 尽管这项工作非常危险 他仍然乐此不疲 不仅提升了自己的安全保障 也为气象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你是否愿意体验这样的冒险 分享你的看法吧 眼前这堆密密麻麻的电线 就是超跑麦凯伦的血管 也是他称霸赛场的关键 现在大壮要将其转移 换到新的车架上 也不知道这么多的线路和线头 他能不能成功组装 大壮首先找出里面最粗的插口 这是最容易辨认的一部分 接着将它们装到对应位置 再从电线堆里进行翻找其他街头 我猜他这时候肯定非常头大 就像是大海捞针一般 上面的线路成功连接 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他 接下来他要给车子装上安全带 从视频里展示出的情况来看 这应该是他买的新零件 要我说他不如强子会过日子 之前强子翻新的原则是 能修就修 不能修就买二手的 实在不行再买新的 估计是大壮是财大气粗 不太在乎这些东西 因为有了之前拆的经验 所以他很容易地就完成了这一步 现在后面的区域看起来非常整齐 大壮的下一步目标 是把全车的电线都接上去 打通车子的任督二脉 由于车身骨架上都有固定的孔位 和车内的线路相比 安装起来会更加轻松 接着他和搭档一起 把油箱里残留的汽油给倒出来 这些油暂时还用不到 所以他直接加进了皮卡里面 清空了的油箱非常轻 也很方便大壮安装 他和搭档将其固定好后连接上汽油管 现在这辆车总算有了些样子 下一步他要把发动机装到车上 和这个车身比起来 发动机的重量要大得多 所以大壮先把车身升高 然后努力地把发动机推到车身下面 这一步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但对精度的要求很高 发动机的位置必须刚好 不然车壳和车身对不起 在下降匹配的时候 很可能造成二次伤害 这个过程大壮不敢马 一边下降一边调整角度 最后把二者成功结合 现在这辆车的样子 有点像一个小型的单人潜水艇 不知道大家觉得像不像 接着大壮忙前忙后的固定螺丝 经过他的不懈努力 最后总算成功了 下面就要连接上面的线路了 在一辆超跑上 发动机就相当于人的心脏 上面的电线相当于血管 而ECU则是车子的大帽 据说麦凯伦720S上 有很多黑科技 其中一个就是 它的自动飘移系统 这项功能是由一部监视器 和一套安全系统控制实现的 在车内会有一个旋钮 当你扭动到指定位置 系统会改变尾翼高低等 来控制车身姿态 从而完成飘移 要是你有一辆麦凯伦720S 就可以试试这个功能 只需要打开飘移模式 然后控制好方向盘和油门 就可以进行飘移 相信有了它的帮助 你也能称霸秋名山 不过说一千到一万 这些功能都建立在 电子系统的基础上 要是大壮连接不好线路 说再多都白搭 现在线路都连得差不多了 至于最后效果如何 还得等全车完成之后 才能测试 下一步他要开始安装减震 对于大壮来说 组装车可比拆车简单多了 麦凯伦一直是超跑界的另类 他全达法拉利脚踢兰伯基尼 但就是这么强的车子 也会有受伤的一天 话说大壮买下了 那辆报废的麦凯伦后 很快就装上了发动机 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刹车盘 在往期的作品中 我向大家介绍过探讨刹车的优势 整体没什么毛病 就是太贵了 好在这辆车的刹车盘完好无所 不然大壮就得崩溃了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忙活 整个悬挂包括刹车盘都安装完成 下一步就是安装催化转化器 这是汽车排气系统的一部分 它会利用催化剂 将排气中的一氧化碳和氮氧化物等 转换为对人体无害的气体 是一种排气净化装置 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触媒转化器通常价格昂贵 还会有人回收这种东西 这是因为气含有把 老和博等稀有金属 提炼出来之后可以回收 所以价格也是居高不下 说真的要是大壮不想翻修这辆麦凯伦 那么光是拆车件 估计也能赚不少马内 车子也终于有了模样 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车架子了 接下来大壮开始安装散热 从散热器的橙色来看 应该都是全新的 看来大壮真是下血本了 接下来他要给车子的冷却系统 连上真空泵 把里面的空气都抽出来 确保整个系统没有泄漏 这个真空泵上面有两个表盘 能显示出不同的数据 当机器运行了大概20分钟后 左边蓝色的表盘指针一直在下降 这时大壮关闭了一侧的阀门 要等待一段时间 看看另一侧的表盘指针会不会变化 如果和最开始的一样的话 那么车子的冷却系统就没问题 在等待的同时 他要把电动机和发动机进行连接 这一步还是很轻松的 只需要连接好相应的螺丝就可以了 这部分完成的差不多后 大壮去检查表盘 发现指针有一定程度的下滑 原本他以为是冷却系统出了问题 可检查后发现 竟然是上面的螺丝没有拧紧 这让他松了一口气 现在将近半个小时过去了 指针也只是有很轻微的偏转 说明车子本身的冷却系统是没问题的 大壮就不打算重新检测 接着他把车子转移位置 要开始处理前端了 此刻他正在修复的车子 原本的颜色是白色的 虽然出了严重的事故 整个车尾都被创没了 但是前连保存的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内饰非常完整 基本上没收到什么损伤 看到这里我有点疑惑 这辆车是如何做到损伤的这么整齐的 直接拦腰斩断了 不过此刻大壮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一心只想把车子赶紧修好 如果大家看过前几期视频的话 应该对车子前端还有印象 当时大壮在这里修复了一个裂缝 那是一处很明显很严重的瑕疵 刚才大壮进行复查的时候 发现还有一处小裂缝 他先用机器进行打磨 然后涂上一层黑色的胶状物 为了加速风干 他拿来了一个类似小太阳的加热管 麦凯伦的翻修进展飞快 现在车里的内饰已经装好 相信很快这辆车就能满血复活 上级大壮在等待风干的时候 要趁着这个功夫把车内的线路进行连接 这里还有一个保险丝盒 在开始接线之前 他对上面的插口进行检测 发现所有的保险丝都没有被烧断 这是一个不错的信号 说明内部的线路没有出大问题 在开始干活之前 大壮先用吸尘器把里面好好的清理了一下 差不多干净之后 就开始连接里面的线路 之前有人在评论区发问 说这么多线路 它怎么能分毫不差的精准连接 其实大壮也不是什么专业人员 整个连接的过程 它都是一边查看教程一边完成的 相当于把别人的操作复制下来 我想如果你也有详细教程的话 应该也能组装好一辆超跑 现在车子内部已经差不多了 排线看起来非常整齐 而之前用小太阳加热的底部 现在已经完全风干 它用打磨机将表面多余的地方去除 然后拿来细砂纸再次打磨 最后用塑料布把周围都包裹起来 先喷上一层白色底漆 等差不多风干后 再来上一层黑色磨砂漆 这部分就算彻底完成了 在等待风干的同时 它要开始安装内部零件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里面的各种踏板 看来这真是从头开始造车了 过程竟然这么繁琐 没有过硬的专业知识还真不行 里面的踏板装上去后 底部就算全部完成了 接下来给车子装上地毯后 大壮把一表盘抬了过来 简单地清理之后就装到了车上 当然这也只是简单地扣了上去 线路并没有连接 它把手伸进狭小的空间里 然后将街头插入制定的位置 最后和ECU相连接 这辆车就算有了生命 但现在大壮不打算试车 而是继续安装中控台 为了保证车子翻修完成后的效果 内饰方面它买的都是新零件 不过仪表盘除外 因为仪表盘涉及的东西太多 全新的价格很高 而刚才安装上去的就套件 上面还有安全气囊爆开的折合 现在它要进行修复 先拿刮刀轻轻地擦拭 然后涂上了一点 不知道什么材质的胶状物 最后用热风机缓慢加热 从视频里展示的情况来看 效果似乎还没有之前的好 接着师傅打开了自己的百宝箱 里面密密麻麻地摆放了很多瓶子 他从中取出两个来 将它们调和成一罐油漆 小心地喷在套件上 等到油漆完全风干后 整个套件就和全新的差不多了 从刚才的修复细节 我发现了国人和老外 对待车子的态度有很大不同 对于他们来说 一辆车子不管有多贵 它都只是一辆车 该怎么用还怎么用 要是出了点事故需要修复 他们往往不会过度追求原厂的东西 只要装到车子上好用就行 就比如刚才修复的仪表盘 大壮直接选择让人重新喷了一遍气 这种情况要是放在国内 我想应该会返场维修了 当然不管怎么做都是个人的选择 只不过狼叔认为 任何东西都有它自己的作用 大家做到物竞齐用就好了 这是一场机车和超跑的终极对决 左边是一辆麦凯伦T 堪称当今最好的超跑之一 它的碳纤维底盘只有90公斤 最高时速接近每小时350公里 而右边是杜卡迪1299白色魅影S 最高时速能达到每小时305公里左右 他们谁才是赛道上的王者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 两辆车向的一弦之剑飞奔足球 一开始的杜卡迪加速度很大 所以略胜麦凯伦一筹 不过当麦凯伦的速度提上来之后 瞬间就占据了领先地位 并且一直压制着杜卡迪 最终领先了1.5秒获胜 时间上虽然只有1.5秒的差距 但是在急速状态下 杜卡迪算是落后很多了 为了能超越麦凯伦P1 强子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改装 至于他们这次为什么要搞机车 还得问问那个老板 由于麦凯伦P1的价格高达200万英镑 所以并不太好卖 他找到了强子哥俩 要搞一个促销活动 让两人改装一辆机车 一辆性能和麦凯伦相当的超级机车 完成后两辆车打包出售买一送一 说到机车 强子的第一反应 就是布兰兹哈奇赛道 这里正在举行超级机车大赛 不过今天是比赛日 大家都专注于比赛 没人顾得上搭理这俩二伙 好在他们没有放弃 最终得到了急速机车团队的帮助 这是一家专门改装杜卡迪的公司 老板伊恩收藏了一辆 足以媲美麦凯伦P1的车子 那就是杜卡迪1299白色Main 外观看起来非常炸裂 不过能不能跑过麦凯伦 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他们把两辆车拉到赛道上 打算进行一番对决 结果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好在老板没看到这个比赛成绩 接着他们把车推到车间 开始制定改装计划 首先就是减轻负重 去掉所有非必需品 第二步是减轻车身重量 更换所有重型零件 把它们换成碳纤维和钛等 专为比赛设计的轻质材料 如果能把车子减重10到15公斤 就有可能弥补那1.5秒的差距 第三步是提高性能 重新设计机车的ECU 把它调整到能输出全部动力 最后一步是改装外观 和老板的麦凯伦相呼应 整个过程看起来简单 其实要花很大的功夫 这是碳纤维的制造车间 它是以数以千计的细丝组成 这些纤维被编织在一起后 与树枝混合做成模素产品 有些用于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 而有些则被当作航空材料 凭借其揭示并且轻便的特性 成功吸引到了强子 于是他决定用碳纤维材料 替换掉杜卡迪的原车配件 这将会是打败麦凯伦P1的关键 接着他回到车间 和胡子哥一起拆车 把车身非必要零件都拆掉 能有效减轻重量 两人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提高杜卡迪的功率重量比 这就涉及到了物理学知识 所以强子去拜访了一位专业人士 这位老兄是开特技飞机的 这种飞机重量非常轻 但是能产生比其他轻型飞机 将近双倍的马力 可谓是功率重量比的典范 老兄说强子只要开一次飞机 就能理解什么是功率重量比了 为了做出特技动作 飞机在空中需要快速翻转和加速 而最要紧的 就是拥有最大功率和最小重量 否则飞机就会熄火 这些话点醒了强子 让他意识到杜卡迪真正需要改进的地方 是加速和转弯 另一边的胡子哥 已经把车子拆得一干二净 不过因为对机车不了解 他需要边学习边干活 现在第一步已经完成 车身非必要部件都去掉了 不过就算这样 也仅仅减重了1.5公斤 这时进修回来的强子也来帮忙 此刻他满脑子都是功率重量比 第二步他们决定从电池开始 原装的是石墨锡电池 足足有2.9公斤重 如果换成锂电池 则只有0.7公斤 只这一项就减重2.2公斤 要是我减肥也能这么快就好了 趁着两人在忙活摆车时 老板这里也终于有了顾客 起初他听说这辆麦凯伦卖200万英镑时 内心还觉得有点小贵 不过当老板说买就送杜卡迪后 他当即有了一丝心动 不过最后能否成交 还得看墙子二人改出来的效果 这是一辆经过特殊改装的杜卡迪 为了打败麦凯伦P 车身部件都换成了碳纤维 同时也刷了ECU 在力量和速度上有了质的飞跃 这也是唯一一次让老板满意的车子 现在这辆杜卡迪要再占麦凯伦 那么这次他能否获胜呢 话说上次换过电池之后 强子订购的碳纤维部件也到货了 组装完成后 原本张扬的红色 也变成了低调的黑色 看起来更具攻击性 而且这辆人为了给杜卡迪减肥 甚至把油箱都换成了碳纤维的 同时车厂的老板还送出助攻 把所有的螺栓换成了钛合金 光这些就又减轻大约半公斤 现在第二步终于完成了 胡子哥要称一下重量 看最后结果能否达掉 连车是190公斤 经过改造后现在是170公斤 足足减掉了20公斤 这个数字连胡子哥都不敢相信 第二步圆满完成后 就要升级他的电子控制单元了 也就是常说的ECU 有专业的人士帮忙 这一步就再简单不过了 只见他们把ECU和电脑一连接 不到一分钟就剪开了限制 但效果如何还得上马力机测试 最后的成绩很不错 达到了185匹的制动马力 比标准的公路机车多了15匹 如果算上减重的20公斤 在赛道上发挥的应该会更好 现在只剩最后一步 就是改变杜卡迪的造型 让他和麦凯伦PE相匹配 胡子哥找到了专业的设计公司 给车子贴上了白色车膜 这和麦凯伦的风格很接近 完成后两人把老板约到仓库 看到车子的第一眼他还是很满意的 这种情况真难得 老板罕见地夸了一下两人 不过说一千到一万 要是不能打败麦凯伦PE 那么一切都白打 下面就要上跑道测试了 由于现在正在下雨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决定让两辆车分开跑并计时 用时最短者获胜 首先上场的是PE 他的声浪充斥着整个赛道 而且没有信息非常多 一圈跑出了2分10秒的成绩 接下来就该杜卡迪了 这次他整整比PE快了5秒 只用了2分05 三人高兴地像个孩子 我觉得要是天气好点 那么领先绝对不止5秒 这次强湖组合再次圆满完成任务 谢谢大家